老子的智慧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5万字 我会用大约12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以装结老 看老子如何用他的智慧 享受逍遥自如的人生 每个人的天性之中 必然有不愿受束缚的东西存在 他藏于亲近山水 渴望自由的心思里 躲在追求浪漫 创造新事物的念头中 让身受儒家思想熏陶 生活在孔子礼教下的我们 对老庄的道家逍遥思想 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之情 作者林语堂正是致力于 研究孔孟老庄哲学的知名学者 第一位以英文书写 扬明海外的中国作家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 德国或哈佛大学文学硕士 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术与文学主任 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更始于1940年和1950年 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在这本书中 以庄子解读老子 为我们详细介绍了 老子的道家学说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品味 老庄的逍遥淡定 过好自己的智慧人生 好了呢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 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通过下面的三个问题 我会一一为大家讲述 第一个问题是 老子口中的道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老子为什么推崇 无为而至 第三个问题是 当世间灰尘遍布 我们要如何守住本心 好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老子口中的道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这可以说是一句 几乎所有对道家 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的话 可以说出来的道 便不是经常不变的道 可以叫得出来的明 也不是经常不变的明 也就是说 真正的道是没有名字 不能用言语描述 也不能谈论的 那道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老子说 他不能用语言描述呢 在天地存在之前 有一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 他没有形体 没有声音 看不见 听不到 摸不着 没有生死 也没有变化 但世间一切的事物 无论是争竹循环的日月 还是非见的尘埃 都依靠他运转 他可以说是万物的母亲 如果非要给这样的东西 取一个名字 那也只能叫做大道 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 都是主观的 道也是如此 当你试图描述它的时候 就会无可避免的 加入自己的主观思想 这样的道 只是你的道 而不是真正的大道 道可以说是开始和终结 但它并不是 开始和终结本身 天地变化莫测 然而这变化之中 却有相对轮回之理 所谓物极必反 就是因为道 道是世间最大的存在 其次是天 再次为地为王 老子认为 人应当效法 承载人的大地 地应当效法 遵循道的天 天法道 而道以自然为归处 所以道法自然 我们虽然不能用明确的语言 描述大道 但是却可以从老子所说的 道的规则中 窥探它的真貌 首先 道掌控万物 但不会因为所掌控之物的 善恶或是优劣改变 善良的人 以它为准则 恶人也寻求它的保护 因为善恶本来就是 一念之间的事情 恶人只要有 毁过自信的可能 道就不可能抛弃他们 其次 我们所见到的 即使我们想要求得的 就像人看不清流动的水 照出了影子 所以去寻那静止的水面 细水的人 看不惯湖水的瓶颈 偏要掀起波澜 而所梦见的 必和我们所思有关 只是往往相反 大多梦见饮酒作乐的人 醒后需要面对悲伤的事情 梦见哭泣的人 醒后反而有乐事发生 当人在梦境中 不知自己在做梦 人活在世间 若是陷入迷途 又和做梦 有什么区别呢 人生天地之间 如白居过系 忽然而已 万物生长 又衰退死亡 当尸骨腐烂化为尘土 又会在不知何处 构成新的生命 我们会因此悲伤 但不可因此绝望 万物本就是一体 我们身在其中 就必须遵循这规律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现在我们大概了解了 道的规律 那么崇尚自由的老子 又有什么样的道呢 老子以为 世间有三种宝贝 是应当永远保持的 一种是慈爱 一种是节俭 还有一种是 不敢为天下先 慈爱是世人民如此 尽力保护 可以产生勇气 节俭可以积蓄 美德和力量 用在无数地方 可以变得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是谦逊 所以反而能够得到重任的拥护 这三者缺一不可 而慈爱最为重要 因为爱是一个人 光荣的美德 好了 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老子口中的道是什么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第二个要点 老子为什么推崇 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意味着 不标榜贤民 使人民不起斗争之心 不珍惜宝物 使人民不起盗窃之心 不显现名利可以获得 使人民的心思不被扰乱 因此圣人的统治 在于净化人民的心思 满足人民的安保 不用兵力 不设规矩 让人民保持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 就像是亚当和夏娃 偷吃苹果之前的样子 让纯净的世界自我运转 庄子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桓公在大则中打猎 管仲为他驾车 忽然桓公拉着管仲的手问 你看见什么没有 管仲说 我什么都没看到 桓公回宫 因为恐惧而生起病了 有好几天没有上朝 齐国有位世子对桓公说 鬼怎么能伤害陛下 陛下是自己伤害自己啊 老子和庄子都认为 天下万物都有其本性 如果用绳子和规矩来矫正 就是对本性的损害 自从皇帝以仁义鼓舞人心 姚舜静相模仿 号召天下 诗人莫不争相行仁义之事 然而他们苦心施行仁义和设立法治 却仍然不能改变天下人的心智 作乱之人相继出现 而到了夏生 君王暴政 想出各种刑具 暴政和酷刑让百姓痛苦不堪 墨家儒家的学说从此开始兴起 人开始互相猜疑 互相欺骗 道德的散乱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天下多忌讳 人民处处碰壁 无所适从 就会陷入困苦 人间多权谋 为政者处处勾心斗角 国家就会混乱 上位者的技巧太多 人民纷纷效仿 就会增加错误 法律过于严苛 束缚人民的自由 无法谋生的人民 就会变成盗贼 治大国 就如烹小鱼 不能常常翻动一样 不能朝令夕改 过于多事 让人民备受惊扰 于是圣人无为 让人民自我化欲 圣人耗敬 让人民自己走上正轨 圣人无事 人民便自求多福 圣人无欲 人民也就自然朴实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老庄学说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圣人不死 大道不值 这句话的本意是 只要世间 还有圣人的存在 盗窃的行为 就不会终止 只有断绝圣贤 抛弃智慧 天下 才能得到太平 在今天看来 老子的这番理论 自然是有极偏颇之处 如果人民是 无知无畏 无欲无求 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民治老死不相往来 那这样的国度 又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老子学说当中的闪光之处 例如统治者 过多的法规 压迫人民 上位者欺骗百姓 百姓自然也学会了 欺骗上位者 来谋求生机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这句话 在今天 也依然有它的道理 只要这世间 还有圣人 就必定会有 与之相对的恶人 正是因为有圣人 恶人 和普通人的差异存在 这些人才不会被一概而论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是善的 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 所谓的善人 只需要一个人字 就可以形容所有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老子为什么推崇 无为而至 下面要为你说的是 最后一个重点 当世间灰尘遍布 我们要如何守住本心 庄子说 有两位儒者 为了研究诗书礼乐 去挖掘古墓 大儒问小儒 进度如何 小儒回答说 还没有 不过我在死者的嘴里 看到一颗珠子 古诗上面记载说 清脆的麦子 生在土坡上 这个人生前 不用珠子救济他人 却死后含着 真是愚蠢 于是 他们捏着死者的头皮 用铁锤 敲打他的下颌 慢慢的分开了死者的嘴 唯恐损坏了 他口中的珠子 诚然 庄子这个故事 是为了贬低儒家所写 但是我们也从中 看出了 为人的道理 一个人口中说的 不一定是他心理想的 虚伪能使他受益 但这种益处 必定不会长久 就像水满自益 月圆 集亏一样 损害德行 得到的利益 会因为这份亏损 而失去 世上有自以为是的人 只是学习了一点皮毛 并自以为 通晓世间的道理 有偷安自喜的人 藏在井底看着天空 绝对十分满足 切切欢喜 有弯腰千功的人 直到适可而止 暗藏收敛 最后 功成身退 老子说 道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包容万物 而不知晓自己的伟大 所以人想要成为善人 想要成功 便需要在无意之间 行善事 把努力 当成常态 上善若水 水善立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顾己于道 明白道的人 就像水一样 水对万物都有利 却又不会与他物相争 所以水最接近于道 净止的水 处水波 内里也是透明的 人心也是如此 如果内心可以保持平静 便不会被外物动摇 那么我们要如何 在分杂的世间 保持内心的平静呢 老子给出了答案 大道四海 广阔无边 然而人所知的 必定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应当求知 但又不能 不知停止 我们知而不谈 外同其臣 内守其真 好了 那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 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老子口中的道 是什么 其次我们谈到了老子 为什么推崇 无为而至 最后我们提到了 当世间灰尘遍布 我们要如何守住本心 我们必须在那里的 感谢观看